十三 我们包家还有一把上方宝剑 是先王御赐的 你也带上金吧 宝剑在哪里 哪里 这把上方宝剑 上展昏君 下展禅臣 拿去吧 这次万里条条跑到这里来 就是想请求大人帮我告御状 有何冤情 小枝本来也是一位小县官 甚至被一个官宦子弟勾结贪官 所以岂有此理 本官生贫最恨的就是奸臣之子 目无王法 太好了 终于有救了 老天开眼了 快告诉我 那个人是谁 是啊 我们马上彻底查办 那个人叫常威 他爹就是水师提督常昆那个王八蛋 尚书大人 你说该怎么办 你认为我该怎么做 我要拿常昆父子的人头 当马桶 你拉完了借我拉 你拉完了再拿来我再拉 伯父 你想不想也拉一下 给我的份 对了 伯父 还没请就 在下长昆 在下长昆 来 你来 来 躺下去 好棒 好棒 真厉害 想办的这么快就学会了 来 吃饭 吃饭 真的好厉害 真厉害 好棒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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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赢定了 等一下生火去对付他 不用给我留面子 燕窝 八复巡浮 只不过用的桌子大一点 不用怕他 好好对付他 不用害怕 我们有理联营理工工作后台 指出你的法宝 对付他 这个就是老佛爷赐给你的黄马套 你穿上了他 除了皇上 谁也打不了你 大人怎么办 师三 我给你送上方宝剑来了 娘 上方宝剑呢 奶奶 别玩了 我们现在没空 娘 你出去歇 那条咸鱼你就蒸了车 这不是咸鱼 这是真的 上方宝剑 师三说 还是看清楚 说不定真的是咸鱼 上方宝剑 真的是上方宝剑 常卫 你以为穿上黄马褂就有人敢打你了吗 在我白面抱起你的前面 你休想狡辩 我把你的手指头一根根的砍下来 我看你招式不招 好 公公 请让开我拿着宝剑上架红金下架念成 长到你我就不好意思了 大清泰国以来从没听说过有上方宝剑 这什么剑 上方宝剑这种高级货 你们当然不认识了 奶奶 快告诉他们是哪个皇帝赐给我们包价的 是明朝重振皇帝 听到没有 明朝 你用明朝的戒来斩清朝的官 明朝不过 明朝 赶快小明朝 天爆露 punt 来 快笙 起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